吳光介紹 小妖雖 縮刮 媽咪 二 快一點 快開始了啦 嗨 嗨 嗨 大家好 今天講的題目是 南瓜的厘廉 南瓜,对男人很好 但是呢,我要讲他个人 南瓜,不是个人,南瓜本身的力量呢 就多么的坚韧 这个呢,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子,他呢 把一个小南瓜呢,先用一个铁啊 铁丝啊,把它捆住 他们呢,要来判,要来测试的是 这个南瓜呢,他在逐渐长大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抗衡呢,铁圈呢 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禁锅 把他绑住,铁 他怎么样长大呢,长得大吗 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实验的人啊 认为说,南瓜大概可以承受到的压力 大概是500磅 但实验到第一个月之后呢 南瓜就承受到500磅的力量了 他们撤出来了 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呢 南瓜承受呢 1500磅的力量 因为南瓜越来越大嘛 膨胀是有压力的嘛 但是他是被铁圈呢,给整个绑住 好,到 承受到2000磅的压力的时候呢 铁圈呢,慢慢快要被撑开了 他再进行呢,再把他铁圈呢 再把他做更紧 OK 避免这南瓜把整个铁圈就崩开了嘛 好了 这个研究呢,研究到这南瓜承受到5000磅的压力的时候呢 这个南瓜的皮啊 好,终于因为呢 巨大的这个反作用力呢 而整个呢,崩开了 破裂了 因为那个皮啊,终究撑不住了嘛 好了 他们就把整个铁圈它打开了 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这个南瓜整个打开 因为一打开一看呢 南瓜已经不能吃了 为什么不能吃呢 因为呢 南瓜他为了要去突破这一个 这一个压力 这个铁圈给他的压力 他南瓜中间的所有的 那个纤维啊 通通变粗了 用变粗了之后呢 他必须去支撑他的 的瓜皮 把瓜皮呢,撑开来 去对抗 铁圈的压力 就这样 所以呢 他所有里面 南瓜里面所有的内部的这些纤维啊 全部不但是长粗 而且长长 底下的根呢 一样长粗长长 他整个根最后呢 长了多长 你知道吗 8万英尺 我没有讲错哦 8万英尺 8万英尺 你知道有多长了吗 他几乎把那一个 他们实验的那一块田啊 所有的地方都长满了 这一个南瓜的根 哇 你看 一颗南瓜 为了要抵抗一个铁圈 他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里面呢 他的肩里面的纤维呢 通通变粗变硬 到最后不能吃 他底下的根呢 长 粗长长 把整个田啊 通通长满了他的根 所以呢 我在想哦 一个人的 在一个困境底下 或者说在一个压力底下呢 也许你只能一开始 你以为你只能承受500磅 后来变成5000磅 十倍 一个南瓜可以变成这样 一个人呢 我想人的意志力啊 是无穷的 所以当你在碰到逆境的时候呢 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不要忘了南瓜的故事 南瓜这么有力量 你是人 你会比他更有力量 提供给你的参考